各位同學大家好 那我們今天來講的是書寫醫學 那為什麼要書寫呢 基本上的話我們會盡量說 最好的方式的話就是 能不要書寫就盡量不要書寫 就像是用藥一樣 能夠不要用藥的話就盡量不要用藥 那如果說真的需要書寫的話 就必須要有一個完整的配套措施 那才可以幫病人來書寫 首先呢在好幾年前就是有個報道 就講到說婦產科的護士 他驗錯寫刑 然後導致這個婦人呢 他書錯寫然後送命 那這主要是要告訴大家 像我們在臨床病理科 在檢驗科的地方 我們通常會分成檢驗前 檢驗中跟檢驗後這三部分 那在錯誤 在檢驗的錯誤部分呢 最常見的就是在檢驗前 因為檢驗前的話 它大部分都是手工 都是人員 可能你採檢錯誤啊 或者是說檢體貼錯標籤等等 都有可能會導致 後來這個結果 檢驗的結果的報告是錯誤的 所以的話呢 就是要提醒大家 之後大家在實習的時候 一定要特別注意 就是在檢體的處理的時候呢 就是不能夠弄錯病人的檢體 好 再來的話我們來講一下 這張表格的話 主要是在告訴大家說 如果說我們在書寫的 我們完全都沒有做任何的檢驗 就直接把這個A這個人的血 輸到B這個人身上的話 大概有64.4%左右 基本上這個病人 這個人 這個B這個人 它是不會有不舒服的情形 好 那如果說我們加做這個AVO血型的話 可以到99.4% 那再加做RH的話 可以到99.8% 那如果說再做這個抗體篩檢的話 可以到99.94% 那在做這個交叉試驗的話 可以到99.95% 那基本上可以告訴大家說 基本上這個書寫的話呢 對於大部分人來講 基本上都是非常的安全的 那最後的話 這字體書寫的話 當然就是 在醫院裡面的話 有些人 他可能在開刀之前的一個月 他會自己先把自己的血先捐出來 捐出來之後 他就會儲存在血褲裡面 那等到他一個月之後 他進行大型的手術開刀的時候 如果說出血量比較多的時候 那就可以把他自己的全血 再回輸回去給自己 那一般人呢 他捐血 捐完了之後呢 他會到這個血液基金會 會送到捐血中心 送到捐血中心那邊去 那會去驗這個AVO血型 還有美毒的血腥試驗 還有ALT 肝功能檢查 還有HVS anti-HIV Anti-HCV Anti-HTLV 那也會做這個 NAT 所謂的這個核酸擴增檢驗 也就是PCR的方式 那他會去驗這個 V肝 吸肝跟HIV 那我們台灣呢 從2013年開始 因為這個檢驗品 檢驗方法學的改變 好的一個進步呢 就再也沒有人 因為輸血 感染到這個HIV 那也是讓這個HIV的這個空窗期呢 他可以降到只有三天 只有三天 那在捐血中心 他被他處理完之後 他就會分成有可能是血球型或者是血漿型的 那再送到各個需要的醫院 再來的話我們介紹這個血球型的 血球類的一個血瓶 包括有這個全血 跟這個檢除白血球的這個紅血球濃厚液 那還有這個血漿類的 有這個分離素的血小板 新鮮冷凍血漿 還有這個冷凍沉澱瓶 跟一般的冷凍血漿 那這我們後面會再敘述他的這個適應症 那所以我們常見的一些書寫的適應症的話 有這個瓶血啊 外傷書寫啊 或者是一般手術啊 或者是心臟手術啊 器官移植手術啊 產後大書寫 還有一些小朋友的一些書寫 那這樣我們在這個檢驗前 檢驗前會有做一些檢查 一些檢驗 他的目的的話 主要的話 是要避免這個血型的錯誤 那最嚴重的話 就是這個溶血型的一個書寫反應 那以及這個避免不規則的這個抗體書寫反應 就是如果說這個書寫的血帶裡面 它有一個抗原氧性的一個物質 那他如果輸到這個病人 他病人剛好有這個抗體的話 那就可能抗原抗體會引起一個免疫反應 就會導致病人容易會有一些發冷發熱還有一些書寫反應 那我們書寫前的這個檢驗品項 包括有就是血型的檢驗 會驗這個AVO血型跟RH血型 然後再來的話會做病人的抗體篩檢 看看病人他是不是有一些不規則抗體需要鑑定 然後最後的話會做這個抗體的鑑定 會鑑定這個病人的抗體 那預備這些抗原陰性的這個血品 來給病人輸注 接著的話呢 會做這個血帶跟血型的一個檢驗 跟這個交叉試驗 那我們就是會把這個血帶呢 裡面的這個血球呢 跟病人的血漿做一個交叉試驗之後 看看他是不是會導致溶血 那如果沒有的話 那就是代表這個 在體外的輸血部分是沒有問題的 那就會進行這個病人跟這個血帶的一個 資料核對跟標示 那最後的話就會進行發血作業 就會送到這個各個病房去 那輸血後的檢驗的一個品項的話 包含就是可能就是 如果說病人他輸血過程當中 有這個書寫反應的話 你就會在這個 在病人輸血過後 就是會有繼續做這個檢驗 就一樣會把這個血型 還有這個抗體篩血交叉實驗 都會再做 然後還有再做一個 直接的一個庫姆式的一個試驗 那主要的話 我們就是要去調查這個書寫反應的原因 避免它再次發生 好再來的話 我們來介紹一下這個 血液成分的一個分離的一個流程圖 就是我們 基本上我們一般人輸了這個全血之後 那會利用這個高重力的理性跟低重力的理性 那會分別把這個血漿分出來 那如果說是在這個八小時之內 八小時之內就分離出來的這個血漿 就把它冷凍起來的話 我們就叫做新鮮冷凍血漿 那新鮮冷凍血漿它如果說 再經過高重力的理性的話 它可以再分離出這個冷凍沉澱品 跟一般的這個冷凍血漿 那如果說是超過八小時之後 這個書上寫出 八小時之後採分離的 那就是叫做一般冷凍血漿 那它的話 基本上它既是有一些凝血因子的話 可是因為這凝血因子已經超過時間了 所以它也沒有任何的活性 沒有任何的活性 那再來的話 我們介紹一下這個紅血球濃厚液 紅血球濃厚液的話 它有分成這個WASHRBC 就是洗滴紅血球 那還有這個 利用這個白血球過濾器之後呢 導致 產生的這個 減出白血球的一個紅血球濃厚液 那以及最後的話 用這個低重力理性 它會產生一些富含血小板的這個血漿 那在採血之後呢 六到八小時之內呢 它一樣在高中立理性 那它可以再分離出這個血小板的紅抗液出來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考題 關於血液成分治療的敘述 下列合則最不適當 ABC都是OK的 D的話 它可以避免病人因疏血而得到傳染病的機會 這沒有辦法避免 尤其是就是我們後面會再講到 血小板的這個 血帶的話它比較容易讓病人 它可能會有一些Bacteria的一個inflation 或者是說 假設白血球 假設這個捐血人 它它裡面有這個CMV的感染的話 這CMV它會怎樣 會跑到那個白血球裡面去存在在裡面 所以的話就容易可能會有一些傳染病的一個機會 所以它沒有辦法避免 再來的話來講這個全血 全血的話它就是不含不穩定因子 就是它不含第5跟第80血因子 那它的這個白血球跟這個血小板 也都是沒有活性的 那施陰症的部分的話 它基本上就是用在這個出血量 有大量出血 就是它總出血量超過總血量的這個30%以上 或者是說新生人換血的時候會需要使用到全血 那一般的用量的話 就是每單位的全血 大概就是可以提升Hemogobin大概0.5 0.5左右 那在小兒科的病人的話大概就是 2到3小時之內的話它每公斤 體重大概可以輸8到10cc的全血 那一樣可以上升Hemogobin可以上升0.5 那基本上如果說它出血量超過1500cc的手術的話 它輸血的話也可以除了全血之外 目前我們大部分的話還是使用這個PACRBC 所以的話呢就是當你在幫病人輸完血之後 你一定要再trip一下它CBC 可以看到Hemogobin是不是有上升 那如果說Hemogobin代表他病人的話 代表他病人的話 他現在已經沒有一個Active的一個Breathing 所以的話就可以不用太緊張 那全血它使用方法的話 基本上它就是會有一個外型的一個書寫套件 那這個書寫套件的話就是 不要使用超過4小時跟4.5以上的血液 那基本上的話就是每單位 就是大概250cc的血 大概就是兩個小時 兩個小時之內輸完就好 那最多不要超過4個小時 那如果說他血帶呢 離開這個冰箱超過30分鐘的話 它就會變成廢血 就變成廢血 就不能夠再給病人輸住 那在某些情況下 我們就是要幫這個血液加溫 來避免這個病人他有心慾不整的情形 包括就是有一些大量輸血的情形 還有這個可能直接從泡位去輸血 這基本上是很少見的 基本上不太可能 那再來的話第四點的話 這個病人他有冷型的一個零極速 這代表的話這個病人他有一個冷型抗體 就是他在溫度比較低的時候呢 這個抗體才會有作用 所以我們把這個血液加溫之後 讓他的溫度跟我們的體溫一樣的話 那他這個血液裡面 這個血帶裡面呢 就不會跟病人的這個冷型抗體 做一個結合 就不會有這個免疫反應 就不會導致病人有一些輸血不良 輸血的一個不舒服的情形 那如果說需要加溫的話 就是我們這個加溫器 都是要一個溫度的標示 跟一個警報的系統 來避免這個引起溶血的情形 那輸血的話 大量輸血的話基本上會有這個低血概 會有低血概的情形 主要的話 是我們在這個血液的保存液裡面 它有這個CQAC的 那這個CQAC的話 它會跟我們血液中的鈣離子 會做結合 那導致鈣離子的濃度會降低 所以的話 離床上病人他可能會從腳 會從腳開始麻起來 就會告訴你說 我的腳開始麻 腳如果你再不處理的話 可能就會變成手跟著麻 那這時候的話 我們就是要給他 Kel-Sing-Goo Connect 給他打下去 那就幫他 那補足了這個鈣離子的話 那病人他就比較不會不舒 那基本上大量輸血的話 也有可能會導致這個酸中毒 那體溫會過低 體溫會過低 那會有低血概高血脂的情形 那高血脂的話 基本上就是因為 我們的這個血球裡面 大部分都是 細胞裡面都是什麼 甲離子比較多 那如果放彈 輸比較多的話 它可能 有些血球破掉之後 它會把甲離子釋放出來 就會導致病人的血量過高 那這個的話 考題的話 是在問說 這個儲存的過程中 會發生什麼變化 那下列合者錯誤 那A是錯的 應該是下降 那其他的話都是對的 基本上甲離子會上升 那107年的話 一樣 它是說 保存了21天之後 不會有下列合種變化 不會的話 當然是甲 甲離子應該是升高 再來的話 我們介紹的是這個 紅血球濃厚液 紅血球濃厚液的話 它保存的 是這個CPDA1 那它的Hematocry 大概是55到80%左右 那它的這個 整個飼養能力 跟這個全血基本上 都是一樣的 那它只是說 把這個血漿去除 它可以減少一些 過敏反應 跟一些抗體的一些輸入 那它適應症的話 基本上就是一些 在內科上的話 大概就是一些 慢性瓶血的病人 外科的話 當然可能就是手術 或者是說 術中 那如果說術中開刀 它的這個出血量 超過500cc以上的話 就可能會 試情況開始出血 開始出血 那用量的話 我們剛前沒有講到 基本上就是 我們通常一次都會 叫2u 2u的這個 hbc 那你叫2u的話 大概 Hemoglobin大概就上升 1到1.2左右 那所以的話 你就是幫病人 輸完血之後 可以去可以下它的Cbc 看看它的Hemoglobin 是不是這種上升 那如果說真的是 需要快速大量書寫的話 用這個 Y型書寫套件 另外一邊的話 一邊用這個 紅血球的濃厚液 另外一邊的話 用這個生理實驗水 一定要用生理實驗水 不然的話 它的這個 osmolality 會不一樣 就滲透壓不一樣 會導致這個血球會爆掉 會有溶血的情形 所以一定要用生理實驗水 那有效期限的話 是35天 35天 所以的話 之前有一篇文章 就會講到說 假設我是用一個 比較新鮮的血 比較新鮮的血 就像是 10天 就是捐血之後10天 那跟捐血之後30天 那去 這兩種不同 鮮帶的血 去給病人輸血 那輸完之後 他Hmogobin上升的比例 基本上是一樣的 基本上是一樣的 所以是沒有任何改變 所以不會說因為 他年紀 就是比較年輕的血液 Hmogobin上升比較高 並沒有 好 考題的話 就是問這個 捐血跟紅血球 濃厚液的保存意思是什麼 答案的話 是CPD-A1 好 再來的話 介紹的是這個 洗滴紅血球 就是這個WASH-RVC 顧名思義的話 是用這個生理食鹽水去洗 去洗這個血球 去洗這個HACK-RVC 那就是把裡面的這個血漿 全部都洗掉 讓它取代成這個 生理食鹽水 裡面的話 當然還是有一些參與 但是只有小於0.5克左右 所以他這樣的話可以避免這個 病人 他可能之前 梳血有過比較嚴重的一個過敏反應 那我們之後可能就會建議 你們使用這個WASH-RVC 用WASH-RVC 來這個 梳住 可以避免他的這個 梳血反應 所以的話 他的適應症的話 第一個是這個PNH 就是正發性的 液階性血紅素尿症 這類型的病人的話 他主要是他的這個 紅血球上面的CD55跟57 是有問題的 會導致他的細胞膜 比較脆弱 所以的話 我們給他輸出這個 洗滴紅血球的話 比較不會導致 他這個病人的紅血球 再破掉這樣子 第二個的話 曾經對這個IGA 或是其他血漿蛋白 有過過敏性的一個 輸血反應的病人 就是要用這個WASH-RVC 還有的話 有一些長期啊 長期需要輸血的這些病人的話 也是建議使用WASH-RVC 這樣子的話 病人他才不會一直接受到 各個不同人的血漿 那這樣的話 他裡面的 他的血液的血漿裡面 就會變得 抗體就會變得很複雜 就變得很複雜 那他有下期限只有24小時 所以的話 基本上就是 如果說你臨床上遇到 真的需要的話 你可能就是在前一天 就需要跟血庫來訂購 那我們就是會跟居然中心 那居然中心 他在隔天送過來之後 你就當天就一定要把它輸完 那在考題的話 再講說 這個WASH-RVC 它的適應症 是什麼 答案的話 是這個具有IGA抗體的 具有IGA抗體 它會引起這個 比較嚴重的一個過敏反應 再來的話 就是檢出白血球的紅血球 我們都要檢成 檢白紅血球 檢白紅血球的話 基本上目前我們醫院 全部都是使用 檢白紅血球 基本上全台灣目前 應該都是使用 檢白紅血球 那它有什麼好處呢 主要的話 它是可以去避免 這個白血球 它釋放出一些 塞透卡 釋放出一些 細胞激素 到這個血帶裡面 導致 這病人它有發燒發熱的情形 那像是它會釋放出哪些 細胞激素 像是IL-1 IL-6 TNF-8 這讓病人發燒 這我們後面在這個 書寫反應的時候 會再減少 所以的話 它的成分的話 非常特別就是 它的白血球的含量 是低於 低於5乘以10的6次方 它是低於 不是完全沒有 所以的話 基本上 它只可以減少 病人它的這個 非溶血性的發熱型的 書寫反應 可以減少 可是沒有辦法完全避免 沒有辦法完全避免 再來的話 它也可以避免一些 CMV 就是聚細胞病毒的一個感染 尤其是在這個器官 或是骨髓移植的病人 或是一些免疫缺陷的病人身上 因為我們剛剛有講到 前面有講到 CMV它會 跑到那個什麼 白血球裡面去 跑到白血球裡面去 就會 導致這個 容易傳染給這個 其他人 容易傳染給其他人 那也可以減少這個 HLA抗體的一個產生 減少HLA抗體的產生 再來的話 介紹這個寫小半腦 寫小半腦 寫小半腦 寫小半腦的網易 就是我們本來捐出來的寫250cc 那再把它 經歷離心 高速離心等等 那就會剩下大概 2.75X10的十字方個寫小半腦 基本上它的量很小 所以的話 我們臨床上目前已經 比較少用寫小半腦 那它的寫小半腦 寫小半腦的適應症 當然它有分治療型 治療病人可能有先天或後天性的血小板功能不良 或是血小板數目小於一萬以下 預防性可能就是開刀前 血小板數目不可以小於五萬以下 如果你是開腦部手術或眼球手術 血小板數目不可以低於十萬以下 如果是白血病人或癌症患者接受Kemotherapy 血小板數量也不可以低於一萬以下 正常的情況下 我們輸兩單位的血小板濃厚液 基本上可以增加血小板,可以增加五千 一般都是輸十二單位 因為我們等下後面會再介紹一個叫做分離宿血小板 我們都會簡稱叫Single Donor 它就是一個單一一個捐血者 一個Single Donor就是一個分離宿血小板 它就相當於十二單位的血小板 所以你可以看到 輸兩單位的血小板濃厚液可以增加血小板 可以增加五千 所以輸一個單位的分離宿血小板 基本上就可以增加三萬 所以你們臨床上如果說 幫病人輸完血小板之後 就可以幫病人測一下CBC 看一下血小板是不是增加三萬 如果有的話就代表 病人血小板是有非常順利的輸出 輸出進去也沒有再消耗掉 血小板濃厚液的話 因為血小板上面帶的抗原素 遠遠小於RBC帶的抗原素 所以基本上如果說 它在很緊急的狀況下的話 它的血型如果不符的話是沒有關係的 是沒有關係的 那這邊有個注意事項 說說病人他如果說是這個 酸塞性的這個血小板 減少症的子斑症的TTP的話 他就使用這個血小板也沒有用 因為你用了之後 他還是把它消耗掉 所以是沒有用處的 那它保存溫度的話 是在20-24度 那你如果說到血庫去看的話 它會有一個震蕩劑 在那邊一直震蕩 一直震蕩 就避免它有clutter的情形 避免它凝固的情形 那有效期限只有5天 有效期限只有5天 這也是比較麻煩的地方 我們看 我們如果說你們之後到醫院去 我們抽柏拉卡丘 病人發燒抽柏拉卡丘的時候 你說到細菌室去的話 細菌室的話 基本上都是7天才會發報告 那7天才會告訴你說 這個血液裡面它沒有 沒有長細菌 沒有長細菌 可是你看 我們的這個血小板 它的有效期限只有5天而已 所以呢就變成說 我們沒有辦法去評估說 這個血帶裡面 它是不是真的已經沒有 是無菌的 是無菌的 所以的話在菌室中心那邊 它可能通常都只會看兩天 它那邊也會有血液培養的機器 那它就是看兩天 兩天沒有長細菌出來的話 它就會把這個血帶 直接送到各個醫院去 各個醫院去使用 那有時候可能 細菌量比較少 它可能第三天還是第四天 才長出細菌來 它可能不是前兩天就長出來 所以的話就沒有辦法去避免說 可能會因為這個 這個血小板濃厚液 而導致怎樣 病人它可能會有感染的情形 然後再來的話介紹一個叫做CCI值 就是去介紹它這個 是不是血小板真的輸注無效 那這個的話 我們就會看這個 1小時跟24小時的這個CCI值 那CCI值的話 它的分子的話是這個 書寫完後的這個 這個血小板的數量 減掉書寫前的血小板的數量 乘以它的BSA 就是體表面積 那分母的話呢 是它的輸注的這個 血小板的這個數量多寬 數量多寬 那如果說 連續兩次它的血小板輸注 一小時後 它的CCI值算出來是小於7500 24小時的CCI值小於4500 那我們就叫做 血小板輸注無效 血小板輸注無效 那如果說你血小板一直輸 就是輸不上去的話 那再來的話要怎麼做呢 再來的話 我們就是要幫病人驗 看它是不是有血小板的抗體 導致它這個沒有辦法輸上去 那如果驗出來是有的話呢 那就是要再幫病人驗它HLA的type HLA的type 看它是哪一種系 那驗出來之後 之後呢 這個病人他要輸血小板的時候呢 你就必須要怎樣 都是找這個HLA match的血小板 來讓病人輸注 那這樣病人的話就比較容易輸注有效 那如果說還是一樣輸注無效的話 那可能就是要再另外請血庫幫忙 就是你要再抽兩管子頭管的血過來 那我們會送到驗體中心那邊去 那我們會幫病人他去做這個 血小板的交叉試驗 就是我們會請這個驗體中心呢 他那邊幫我們找他那邊的這個分離數血小板 來去幫他做一個交叉試驗看 然後找到最適合他的 那再把他送過來 然後專門給這個病人使用 好再來的話呢 這個分離數血小板 就我們剛剛前面講的 就是基本上就是 他是一個一個捐血人 一個捐血人 他就是在這個驗體中心那邊捐血 然後捐出來之後呢 他就直接用這個血液成分的分離機 分離出這個血小板 那剩下的成分 他就會再回溯到這個捐血者的這個體內 好所以他的好處的話就是 他可以減少多個捐血者他血小板 上人類淋巴球抗原的一個暴露的一個危險 那就是他非常好的一個優點 那他的話他的每單位的話大概就是 含有這三乘以十的十一次方的一個血小板 那相當於十二單位的這個傳統型的血小板 這我們剛剛前面有講到 那再來的話呢 這個分離素血小板 他也有這個叫做減除白血球的分離素血小板 一樣他就是把這樣 把這個白血球拿掉而已嘛 所以的話 一樣他的白血球含量就是可以少於 五乘以十的六次方 然後他的試印證的話就跟剛剛 前面的這個減白的這個紅血球的試印證是一樣的 好那考題的部分的話就是會問到 欸血小板濃厚一他的保存溫度是多少 就是在二選到二二四度性 而且他是怎樣 是震盪的 震盪的 搖晃震盪 然後下列哪一種血平輸出的時候 不一定要使用這個銅血型的這個輸出 那答案的話就是血小板濃厚一 好接著的話我們介紹這個FMP 新鮮冷凍血漿 那新鮮冷凍血漿的話 他就是全血採血之後八小時之內 就是把它分離之後呢 然後把它冷凍起來的血漿 那他的特色的話就是他會呈現這種 黃色的液體 液態狀的樣子 那在低溫底下的話他會變成固態 那如果說這個捐血的人 他如果說脂肪比較多的話 可能會稍微一些白色混濁的情形 白色混濁的情形 那他的特色的話就是他成分裡面保有一些 凝血因子 像是第五啊還有第八 一些不安定的一個凝血因子 他都含有 都含有 所以呢他的試印證的話當然就是可能 病人他有一些凝血因子的一些異常 或者說病人他有DIC 或者是有TTP 或者是說他在輸血 就是在開刀前呢去驗這個PTA PTT 那發現他的凝血因子有問題 或者說病人他有大量輸血的時候 導致這個凝血因子的稀釋 都需要輸出這個FFP 那還有的話 有些病人他有肝病的話 也會導致這個凝血功能 他的凝血因子會缺乏 因為我們知道肝臟他是可以 產生很多這個凝血因子的 那以及有一些先天性或後天性的 一些凝血因子的一些缺乏的病人 也都需要來輸出 還有的話 使用這個Wafarin的患者 如果說要緊急開刀的話 也是要用輸出這個FFP 還有的話就是一些降致患術 他的用量基本上就是試病情而定 就是我們會再去驗他的PTA PTT 然後去看他是不是要再繼續輸出 他使用方法的話 基本上就是在30到37度底下 會去搖檔解凍 那解凍之後的2小時就要馬上把它輸出完 那如果沒有辦法完全輸出完的話 就是要把它保存在1到6度C底下 那可以保存24小時之內 都還可以輸出 那你在24小時之內輸出的話 他基本上都還有前面 剛剛講的第5跟第8寧血因子的功能 那如果說差不多24小時之後再輸出 還是可以輸啊 可是他就沒有第5跟第8因子的活性了 那就沒有他的活性 然後再來的話呢 這個注意事項的部分 基本上跟前面都差不多 主要的話就是倒數第二點 他是不應該用來做白蛋白的來源的一個補充 就是可能在以前比較老的醫師啊 他可能會把他想說 他裡面有一些OBUMIN 然後把他輸FVP來幫病人補充這個OBUMIN這樣子 那基本上是 是不需要的啦 是不需要的 而且呢如果說你 那個年紀比較大 或者說他心臟功能比較差的時候 你試給他這麼多的水進去的時候 那他會受不了 就病人就會開始喘氣了 再來的話 他的保存溫度的話 是在這個18度系以下 那有消息線的話是1年 然後再來的話介紹這個冷凍沉澱品 冷凍沉澱品它一樣就是 就是採集完之後最後就是在冷凍沉澱品 那如果說他之後要使用的時候 在1-6度系解凍 那再把那個血漿移除之後 那剩下的一些白色的一個 不容物就是冷凍沉澱品 那他基本上他就是會在 在580度系底下的話 他是會呈現這個固態的 那在1-6度系的話會解凍 然後他裡面的話 他成分的話有含有這個 第八凝血因子 還有這個白骨引用菌 還有這個 Bomvillin Breit Factor 還有這個Factor 13 所以的話他試應症的話 那就是缺這些凝血因子的病人 就是都會使用到 都會使用到 好那第八凝血因子的話 他的半摔期的話 是8-12小時 8-12小時 就是到時候的話 在輸出的過程中 他在看這個血液 酸科醫師他的建議來給你 那還有的話就是 用在這個外科手術後的一些止血 也可能會用到這個冷凍沉澱品 好那他的使用方法的話 基本上就是 盡量都是在2小時之內輸出完畢 那如果說沒有完 沒有立即輸出的話 不要超過6個小時 不要超過6個小時 那也不可以重複的冷凍 不可以重複的冷凍 那這邊注意事項的話 大家看一下就好 就比較沒有太大的重點 好 考題的部分的話 輸出這個冷凍沉澱品 下列的作用 下列合成正確 他可以提升這個D8 剛剛我們也講到D8的影線因子 可是他跟D7的影線因子 是沒有關係的 是沒有關係的 好他的冷凍沉澱品 他要在哪時候 多久之內要使用完畢 答案的話是這個6小時之內 要使用完畢 好 現今的醫療的這個裁寫啊 他的血品的輸注方式 下列合著錯誤 大量出血的病患 為了補足他的這個血液 吸氧能量 只適合給予這個PKRBC 因為我們剛剛有講到 八量的書寫基本上 還是會給全血 還是會給全血 那其他ECD的話是正確的 再來的話 這個 新生兒他產生了一些皮下的 血斑啊 黏膜出血等等 那這時候最好的方法就是 給他什麼 血下半腦後衣 因為你如果給他這個 血漿的話 因為新生兒他的這個 他的這個 他的本來 體積就比較小 如果說你一下子給他太多水的話 這樣他會受不了 然後病人 病人會傳起來 所以的話最適合的治療 就是給他血下半腦後衣 讓他補充 把他的這個 凝血功能 把他correct 回來 把他矯正回來 這107年的靠地 下列合則是給予這個 RH 陰性的產腹 就是 在他產後呢 給予這個 RH Ig 就是免疫球蛋白 最適合的一個情況 答案的話是這個 嬰兒他是RH陽性 因為RH陽性的話 他在這個 他的紅血球上面 才會有這個抵抗原 那他抵抗原才會 跑到這個媽媽血中 那我們會 為了避免他的這個 大抵抗原跟 媽媽的這個 大抵做結合的話 我們就是會給他一個 免疫球蛋白 來避免他 避免他 避免產生一個免疫反應 所以的話 在產後的這12小時 只能要注射 原太大抵 再來的話 介紹這個 書寫反應的一個 部分 那 這個 反應的這個 處置表的話 大家看一下 就直接介紹到 後面的這個 各個書書寫反應 好 書寫反應的話 它的種類有分成這個 融血性 融血性的話 有分成這個 在血管內跟血管外的融血 那還有這個 非融血性 非融血性的話 它有分這個 發熱型的非融血性 書寫反應跟這個 過敏反應 那之前的話 大部分都是 發熱型的非融血性 書寫反應 它的是 第一名 就是最最常見 那可是的話 因為我們現在已經開始 全面使用這個 剪除白血球的 紅血球的融合液 所以就大大的 降低了這個 發熱型的非融血性 書寫反應 所以的話 現在的話 基本上這兩個 是一樣多的 就是發熱型的 非融血性 書寫反應跟這個 過敏反應 基本上是一樣多的 那再來的話 還有這個 GVHD 那還有的話 是這個 鐵質過多 鐵質過多 就是 有些慢性 平血的病人 他需要常常輸血的話 那可能的話 就會導致他的鐵質過多 那以及的話 會有這個 電解質的一個不平 我們剛剛前面有講到 可能會有這個 高血槳 那會有低血概 低血概 那以及呢 就是我們輸出過快 或過多 或者是說 病人他的體液 增加過多 或者是說 他的這個 病人的心臟不好的時候 可能就會有 這個循環過載的情形 然後再來的話 有些非免疫性的這個 溶血 像是第一個的話 是這個物理性質的溶血 像是 我們要幫病人 書寫的時候 必須要給他 20號針 22號針 至少要22號針 以上 才可以 這樣他的管境才過 如果說你用24號針的話 病人的話 就馬上就溶血 馬上就溶血了 所以之前有一篇文章 他就是在比較說 病人他用16號針 18號針 20號針 讓他輸入 PKRVC 讓病人增加 Hemoglobin的比例 會不會一樣 答案的話是一樣的 是沒有關係 因為他們都是會通過 可是如果你用24號針的話 他就會溶血 他就溶血 然後再來的話 講的是 溫度 溫度的問題 所以我們剛剛前面有講到說 如果說用加熱器的話 一定要 這個 加溫器一定要有溫度 這個 加溫加過多了 導致這個 紅血球爆掉 就有溶血的情形 再來的話 是這個 OSMORALITY 就是他的這個 滲透壓的部分 如果說我們是使用這個 Y型套管 Y型物件的話 另外一邊的話 一定要用這個 Normal Selling 不能用其他的 不能用什麼D5 或是什麼 Wingor 是E 等等 這樣的話會導致這個 紅血球 會有溶血的情形 然後再來的話 是感染 感染 就是 呃 這邊有講到肝炎 肝炎的話 基本上就是我們現在目前 絕炎中心那邊 都會幫我們驗V肝跟吸肝 所以基本上 已經比較少了 比較少產生 那CMV的話 因為它 會躲在這個白血球裡面 所以就沒辦法避免 Malaria 它會躲在紅血球裡面 也沒辦法避免 不過Malaria 目前在台灣應該是很少見 那還有的話 一些HIV的病人的話 現在目前的話 我們剛剛前面有講到 我們是用PCR的方式 去降低它的這個空創期 只剩下三天而已 所以基本上 也比較少了 那最後的話 是這個Bacterial Contamination 就是 剛剛前面有講到 就是在白血球 要不要在血小板 血小板 因為它的儲存溫度 剛好是20到什麼 24度 剛好非常適合細菌的生長 而且呢 它的有效期限只有五天 所以它來做Block culture的時候 它只能看了兩天的Block culture 它就把這個血小板送出外了 所以有可能它還沒有長出細菌來 然後就已經疏到病人的身上去 所以這是有可能的 不過也都是蠻少見的這樣子 再來的話 來介紹這個書寫反應 就是它的一個血腥血病化 如果說是這種 極性的血管內的 極性的血管內的話 大部分都是這個ABO的血型 那如果是極性血管外的話 大部分是這個RHE的血型 那其他的話 KID、DAFI這些 大家看一看就好 那基本上的話 就是這個血管內的溶血 就是當你這個 血帶的血球來的時候 跟我們這個病人身上的 它的這個 補體結合 還有抗體結合之後呢 就會在這個 紅血球上面會打動 打動之後就會讓這個 紅血球它就會融掉 就會融到這個 就會破 紅血球的細胞膜就會破掉 然後就會導致這個 血管內的一個溶血 所以病人的尿液啊 還有它的血漿 就會呈現這種 紅色的 那這是我們看到的 這個溶血的書寫反應 就是在書寫前的血漿 是這種比較橘色黃色的 那書寫後的血漿的話 就會呈現這種紅色的 那它的尿液的話 也是這種深紅色的清洗 那如果說是這個血管外 血管外的溶血 它一樣是這個 捐血帶的這個血球 跟這個病人的這個抗體 做結合之後 那它結合之後 它會跑到這個 Spring啊 跑到皮脹啊 Lever啊 或是網狀內皮系統去 那在這邊進行一個破壞之後 那 所以的話它不會影響到這個 血管內的東西 所以的話 你出來的尿液啊 還有你的血漿 一樣還是黃色的 那如果說我們遇到一個 這個病人 它真的是一個 溶血性的一個出血反應的話 我們基本上一開始的話 病人有任何的不舒服 馬上都是停滯出血啦 那我們就是要再 趕快採血檢體啊 採取檢體 那看看是不是說 要輸的血來掛到B病人上面去 那還好就是 A病人它有 就是覺得不舒服 然後馬上就發現 就停止塑血 所以的話就沒有 導致後續的一個影響 不然的話可能就會上爆子了 那如果說是這個 這個溶血性輸血反應 它的治療的話一樣 一開始都是這個 甜子輸血 那一樣就是我們要去給它 這個iv-free的啊 那給它 尿尿劑啊 那維持病人的這個血壓啊 還有它的這個 生功能啊 凝血功能等等 都是要 就是把它的vital side 好就對了 好再來的話 我們介紹的是這個 發熱性的一個 肺溶血性的一個 輸血反應 它是最常見的一個 輸血反應 那基本上它就是 輸血之後呢 體溫要上升超過一度吸 而且你檢查它 沒有其他的一個 發燒的原因 就是你不能說 病人它有一個 cellulitis 或者是它有一個neumonia 或者是它有一個cancer fever 那你就說 是因為 呃 輸血引起的 搞不好是它原本的 疾病引起的發燒 而不是輸血引起的 所以這必須要先排除 排除掉 那它機轉的話 主要就是 這個 白血球啦 就是我們白血球 它會釋放出一些 細胞激素 導致 輸出進去的這個病 病人身上 它就是會有發燒的情形 所以基本上我們處置的話 可能就是會給它一些 解熱劑 我們現在已經都是給這個 減白的這個 紅血球的濃厚液 或是減白的血瓶 就是減出白血球的血瓶 那考題的話就是說 這個病人它曾經有這個 發熱性的 肺溶血性的一個 輸血反應時 那它下列哪一種血小板的血瓶 可以減少病患發生這個 輸血反應 答案的話就是給這個 減出白血球分離出血小板 再來的話 第二常見的是過敏反應 過敏反應的話 可能比較輕微的 可能就是這種發癢 或是臉部潮紅 蟳麻疹等等 那如果說比較嚴重的話 可能就是我這個 支氣管精卵 或者是呼吸困難 休克的情形 那主要的話就是 免疫產生的一個 釋放出的一些 什麼Histamine 主織案釋放出來 所以的話 一般我們處置的話 就是給它 抗主織案的藥物 那如果說比較嚴重的話 可能就是 要給病人 Epipherin 或者是 Steroid 類固存 那也會建議說 如果說這病人 他真的很嚴重的話 建議他之後 或是他是由這個 IGA引起的這個 過敏反應的話 就會希望他之後 是用這個 WASH-RBC 就可以避免這個過敏反應 那我們現在 就是我們之前 就是在書寫之前 有時候 都會給這個 白血球過敏器 那基本上 白血球過敏器是沒有用的 因為白血球過敏器 它只是把白血球過敏掉 它沒有辦法 把什麼 把這些Histamine 過敏掉 沒有辦法把那些物質過敏掉 所以的話 基本上他沒有辦法 去避免這個 過敏反應 考題那個 發生書寫反應的時候 夏天哪一種傾信 應該要測量 這個病人 的一個IGA的濃度 就是 病人他懷疑有 這個 休克性的 一個 休克性的一個 過敏反應的時候 就要驗這個病人的 這個IGA的濃度 再來的話是 查理 就是這個 輸血引起的 急性的肺損傷 那他這邊的話 他講到 他的嚴重程度 跟這個輸注的血量 不相稱 這就是說 假設你輸注了 50跟500好了 可能輸注50的 他的這個 引起的這個 肺損傷 反而比較嚴重 可是輸注500的 反而比較沒那麼嚴重 那他這邊的話 就是 病人他在這個 診斷過程中 他一定要照這個缺水腫 看他是不是真的 有這個肺水腫的情形 而且呢 要病人他沒有性衰竭 因為性衰竭 可能病人就會有肺水腫 這大家應該知道 他在急轉的話 主要的話就是這個 輸注裡面啊 可能有這個HLA 或是這個 視中性 球抗原的這個抗體 那他會導致這個 受血者 也就是導致這個病人 他會跟這個病人的 這個白血有反應 那會導致這個 裡面的這個 循環 通過性 增加 那導致很多液體 就會跑到這個 AIRSPACE裡面去 跑到這個肺炮裡面去 那病人的話 他就會 就會開始喘起 因為他沒辦法 吸氣體交換就會喘起 好 那處置的方式的話 基本上就是 氧氣 氧氣治療 那給於類固醇 去避免他的一個 免疫反應 好 那這邊有一個 非常特別要注意的 就是說 如果這個捐血者 他的血漿的抗體 被證明 是會導致其他人 有這個刷離的情形的話 這個捐血者 他這輩子都不能夠再捐血 都不能夠再捐血 因為他的血漿裡面 就是有一些 特殊的抗體 會導致別人 導致別人 導致別人 會有這個急性肺數上的血性 所以的話 基本上現在 全世界在歐洲那個地方 他基本上他都只有 給男性的血漿 他比較少給女性的血漿 因為尤其是 懷孕過後的女生 因為你懷孕的時候 會有那個嬰兒 你有懷孕嬰兒 那可能會 導致媽媽呢 他身上的話 會產生更複雜的抗體 更複雜的抗體 所以的話 就可能更容易會引起 別人 會有這個急性肺數上的情形 所以基本上 在歐洲那邊的話 他們只用男性的這個血漿 比較少用女 就已經沒有再用女性的血漿 那考題的部分 他訂定男性捐血者為 血漿供應來源的政策 可以減少什麼 答案的話 是這個急性肺數上 急性肺數上 如果說病人他有刷力的話 基本上我們要再提供什麼的書寫建議 最合理 答案的話就是要去檢查 這個捐血者 有關的白血球的相關抗體 如果真的有的話 那就 這個捐血者 他這輩子都不能夠再捐血 都不能再捐血 急性肺損傷 他的細胞 是由哪種細胞活化引起的 答案的話是適中性群 適中性群 再來的話是這個循環過載 通常的話就是給予過量 或是過快的血瓶 尤其是血漿 會導致這個病人 他突發性的頭痛啊 呼吸困難啊 還有這個急性的一個 肺水腫的情形 就是收縮壓 會上升到五十 毫米鞏柱 那基本上的話 我們就是趕快給力尿急 那有時候 可能就是他的IO症太多 或是馬上給他放血 給予氧氣的治療 然後最後的話 最後的話 最後的這個 塑寫反應就是 Bacterial Condomation 基本上 剛剛我們前文講過 就是大部分都是在 血小管的後遺 才會導致病人發燒啊 低血壓或休克的情形 那處理方式的話 當然就是趕快先處理病人 那處理完之後 要把這個塑寫後的 這個血液的標本 血液的標本 趕快送到血庫去 那我們會 一樣會做一些血型的 血型啊 容血啊 來教他試驗拿抗體 試驗等等 那我們還會再把這些 沒有輸住完的這個血品 會去送到細菌室去做這個 細菌培養 那會再跟病人呢 病人的血液裡面也會做細菌培養 那去看看兩邊的細菌室一樣 那如果一樣的話 就可能證實 可能是原本這個血帶呢 它有這個被感染的情形 好考題 就是講到 為了避免這個輸血呢 CMV的感染 下鍊哪種方法是最有效的 第一 當然就是 用白血球過濾器 不要塑造白血球就沒事了 不要塑造白血球就沒事了 那再來的話就是 選擇這個 Anti-CMV IgG陰性的 陰性就代表它沒有被感染過 它沒有被感染過 那就很確定它 捐出來的顯示 是不會有CMV的 不會有CMV的 所以當然的話就是C 下鍊哪種血品輸完之後 可能會有這個 書寫後的敗血症 剛剛我們有講到 寫小板 因為它比較容易 會往這個感染的情形 好 細菌感染風險最大的答案 就是這個寫小板 好在108年的考題 書寫後的兩個禮拜 病人才開始有一些發燒 或者是全血球低下等等 肝功能異常等等的情形 那要檢測病人的血液中 是不是有均震者的這個 淋巴球來確認 是否有這個 CMV的一個情形 就是有先核的情形 那基本上這個答案就是這個 GVHT 就是這個 移植體反素組反應 這就是 就是 原本呢 假設它通常都是發生在 比較近親的病人的書寫 近親的書寫 那可能它 因為它的血型比較像 如果說它們一個是 大A大B 然後另外一個都是 兩個都是大A的話 那大A大B的話 它就不會有 N太A也不會有N太B 可是你大A大A的話 你不會有N太A 可是你會有N太B 所以你呢 這個大A大A它輸給這個大A大B的時候 它把它的N太B 輸到這個 原本的這個 病人身上的話 它的這個N太B就會去攻擊它的血球 因為它 因為它有一個大B嘛 它就會攻擊血球 那有可能的話 就會導致 病人它可能會有這個 GVHD的產生 好那這個考題一樣 GVHD它最有可能是 在哪個情況下產生 當然就是輸出這個 直系親屬血液的這個病人 好那我們就講到這邊 謝謝大家